訂閱訂閱訂閱 開啟小鈴 阿女就不會破搏世界盃獎 世界的一定 這是中央市場 真的非常的豐富 這海鮮 還活著 你看看它的手 它的花紋好美 這哪裡來的 三角 你看它的紅色的一個 有這個褶子 一公斤現在五百塊 這樣算會還是 對 因為這個錢 寫了去褶子來下一個 都是今天現彩回來的嗎 對嗎 都是今天的 這個竹森 還是森的 還是森的 好 我來了 檸檬灑下去 可以 可以看嗎 看看 哦 哦 好甜 哦 這個很甜 西元2019年末 西改的一帝 飛越歐亞大陸 來到北飛摩洛哥 在這塊充滿 阿拉伯風情的波度裡 我們打聽到 有一位熟悉的台灣味 異地飄香 是什麼理由 讓這家人選擇 在這落地生根 是什麼魅力 讓他們成功 征服摩洛哥的味 成為另一樣台灣之光 這一回 我們要帶大家一探究竟 不過 在動身前往之前 摩洛哥 還有另一樣世界聞名 讓人敬佩 來看 哇 哇 其實很大耶 超大耶 超大 大概是你幾個人的身高啊 三個 四個 哇 大概有四個耶 太壯觀了 你看這個柱 哇 這柱全部都是大理石嗎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大理石 哇靠 還有它這個磚 對啊 欸 各位 我們去菲斯拍過 它這一塊 一塊 一塊 都是切割這樣拼上去的 欸 真的耶 這拱門很細啊 對 對 然後又有一點閃閃的 你看 你看那個拱門 你看那個拱門 對對對 我覺得拱門感覺如果隨著光臨 它就會有變化 這座集資5億美元修建的 北非最大清真寺 又稱哈山二世清真寺 高兩百米的宣禮塔 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築 因為有一部分是建在海上的 所以才有海上清真寺的由來 外部精細的雕刻 以及馬賽克拼圖 每一村工藝 都是向世界 展示穆斯林文化的見證 你怎麼拍得到啊 我老手撐進去 他說我可以在那邊拍一下 但我不可以走進去 你看它那個牆 你看那個 我跟你講它最側面 這個鋸齒的拱門 真的很厲害 你看看喔 它那個頂 它那個頂絕對是無敵啊 而且你看這裡 你看一個柱頭就這麼漂亮 它那個是不是絕對是 而且你看 一磚一瓦 都慢慢的 那個石膏在那邊 慢慢熟 而且你看人那麼小 人那麼小 人就這麼小 然後整個角色 然後整個角色 明天還有時間嗎 我不看 英雄 英雄阿拉哈巴 國安哈山二世曾說過 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 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 讓北非擁有標質性建築 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一樣 這種震撼 雄偉 只有親自來過 才會深深被打動 而這就是摩洛哥的魅力 尤其當你探索城市時 總會發現它的驕傲 這邊真的是 極度喔 殺大家記憶體的好地方 我們剛剛只是第一個點 就已經耗掉好幾顆電池了 待會兒還有一個陵墓是一定要看的 ok 這個門是想要在這裡 為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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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他們來 他們會說 像你所說 哇 這個就是他們要建出來宣揚國威的 ok 所以他蓋子特別大 漂亮 所以人家你看那個 哇 你看到時候都那個壯觀感 這就是他們要的 還要讓所有外國人 一看到這個門 就知道 摩洛哥王國非常棒 為什麼一個 這樣的王朝的墓會 在這麼小的一個小巷子入口 是 奇怪喔 對 因為在現在的新王朝開始的時候 就 很多人忘不了舊王朝 就一直來朝拜 然後呢 新王朝的這個 國王就會覺得很生氣 就你們怎麼可以忘不了舊王朝 所以他們就蓋了這個牆 把這裡全部包起來 讓大家不能進來 然後把這裡藏起來 藏了四百年 才終於再打開 再開放 對 再開放 所以才會有這麼小的入口 這只有1970年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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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看到了 他們看到了 你好 哈囉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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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喔 這一輩子 你可能只跟他 擦身而過這麼一次 喔 在這個陵情 哇 那邊 沒有動作 有打面 我的天啊 來來來來 好好看一下 喔 在裡面 我們先給你 好 我們在這裡 在尼索尼堡堡 這裡的尼索尼堡堡 尼索尼堡堡 尼索尼堡堡 這裡的尼索尼堡 所以你會有 尼索尼堡 這裡的尼索尼堡 你看看 尼索尼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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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封堡 所以他們讓它封堡 否則如果沒有封堡 它會被封堡 所以不要踩在尼索尼堡 好嗎 所以 尼索尼堡 尼索尼堡 那你真的 這都是在排隊的嗎 對 超多 你看大家看的要看你的國王 對 超多 尼索尼堡 現在是OK 我們試了看看 這邊都是排隊的 進去這邊 尼索尼堡堡 尼索尼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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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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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隊要等兩個小時以上 大家都是心甘情願 而摩洛哥的魅力 不但在文化上吸睛世界 味覺上更是征服各國的老陶啊 好,我們現在在馬拉克什 因為我們剛到的伊沙威拉 你喜歡烤酒嗎? 我喜歡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一個很好的地方 一個很專業的女人 會教你烤酒和飲料 好,我跟著你 這個我們要去哈山的朋友家 然後呢,深入民宅 不,不,不 Hello,歡迎,我是Swead Swead I'm Swead Michael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歡迎 這個大家在家裡 I'm Swead 我會教你 我會教你 你能夠烤酒和飲料 哇,他家的客廳好漂亮喔 有沒有 哇,還有 Wise list 哇,還有幫我們準備小點心耶 哇,真的是好點心喔 這個在外真的要靠朋友喔 一般摩洛哥人的住家最大特色 就是一進家門 會看到摩字型的大客廳 而這種形式的客廳 據說生活越好的人家 客廳就會越大 而且越多 因為對浩克的他們而言 希望每位貴賓都有賓至如歸的舒適感 這是 麵茶 跟蔬菜 跟蔬菜 和蔬菜 和蔬菜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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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一個 讓我最肥的 巧克力 好吃嗎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嗯 在裡面有點像 嗯 糖漿 不太甜 很舒服 喔 有點 類似捏麵人裡面的那個 麵粉糖 喔 像那個糖漿 不會太甜喔 喔 喔,等等 有點甜 喔,這個味道上來了 哈哈 是甜的 很甜 喔,所以難怪要配茶 要配... 要配... 要配茶 喔 這個比較有特色的 對 特別的 特別的 這是... 阿拉伯 對 最好的甜蜜 最好的甜蜜 是這個 B.B.I.V. B.I.V. B.I.V. 對 表皮非常脆 非常脆 非常酥 嗯 外面呢,它包覆了 非常多的那個糖漿 蜂蜜 蜂蜜 是蜂蜜 OK 裡面 嗯 這樣怎麼聞 應該是說 這算是我在摩托吃到一個 很特別的甜點 它呢,基本上 有點像花卷一樣喔 是這樣把它捲起來的 然後外面呢,裹著蜂蜜 所以一接觸呢 有點蜂蜜的香甜 再來是酥脆 咬下去的口感 再來裡面 這個我就不知道裡面是包什麼 非常軟嫩的一點 甜分 這裡面是包什麼 這個蛋糕 裡面是... 來了 來了 檸檬灑下去 妳有吃過嗎 沒吃過生的 沒吃過生的 來 試給大家看 OK 酷 來喔 直接吃 嗯,很好 生的 感覺怎麼樣 蠻脆的耶 很脆喔 妳看看 這個塔雞 會像金字塔一樣 又有點像帽子 一半是黑糖 一半是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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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還很多耶 最重要的是 是橡皮 是橡皮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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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哪個 anne 世界第一章 就是... 東江市場 哇,真的 非常的豐富耶 這海鮮 還活著... 你看看牠的手 牠的花紋好美喔 這哪裡來的 三姐兒 你看牠的紅色在一個 很色澤 一公斤現在五百塊 這樣算貴還是 對 因為這個姐姐最近只在下雨 都是今天 現彩回來的嗎 真的 都是今天的 這個竹森 沒有 還是森的 還是森的 我來了 來了 檸檬灑下去 好甜 好甜 這個很甜 這算是我在摩托哥吃到一個 很特別的甜點 它基本上 有點像花捲一樣 是這樣把它捲起來的 然後外面呢 裹著蜂蜜 所以一接觸呢 有點蜂蜜的香甜 再來 是酥脆 咬下去的口感 再來裡面 這個我就不知道裡面是包什麼 非常軟嫩的一點 甜分 這裡面是包什麼 因為這個蛋糕 裡面是蜂蜜 摩托哥人愛吃甜 所以很多甜點都喜歡加上蜂蜜 以及搭配杏仁 所以當地人常開玩笑說 如果在路邊看到甜點店 上面飛的絕對是蜜蜂 可想而知 當你吃甜點時 不要太貪心咬太多 因為那份甜蜜 絕對讓你甜在心裡口難開 不過這回來到導遊哈山的朋友家拜訪 絕對不是自常甜頭這麼簡單 因為有樣私房菜 可是各位朋友媽媽 真香想學的喔 呃...但是我知道塔吉鍋 在摩洛哥是非常有名 但是吃甜的 我剛剛...你們剛剛...我有聽錯嗎? 呃... 要有兩種甜蜜 甜蜜 和甜蜜 和甜蜜 和肉 和雞 和魚 和魚 我一開始喔 我本來想說 用這個塔吉鍋 應該都是 那種切塊 那種大塊的洋蔥 但我沒想到媽媽她的 這個料理方式 她是因為把它切得那麼碎耶 切那麼碎 它是有... 有意義在嗎? 是... 我把這個 這個 如果包完的 裹個 這裹個 這是裹個 它就說是裹個 它都是烤器 給包半的人 我把這個 先放這個鐵盤 不要那麼直 所以放了這個鐵盤之後 再把陶鍋放上去 它就散熱活比較均勻 先焖一下 你看看 这个塔吉锅像金字塔一样 又有点像帽子 重点是 传统的一些花色花纹 这种摩洛哥属于摩洛哥的 塔吉锅 是摩洛哥家家户户桌上都有的锅菜 煎塔的造型主要原因 是因为桃锅焖煮后 水气不易流失 因此能将食材的原味保留在菜肴中 不过这还只是认识塔吉料理的入门款 想做得最对位 那就不能少了这样灵魂 一半是黄砂糖 一半是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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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很多 这么多 这是27种辣椒 这个东西是最厉害的香料 因为它有27种香料混成的一个 就是塔吉锅的蜜汁香料 所以这个里面它很强烈 所以你只要加一点点 因为它味道很强 最重要的是 榴莲 这是最贵的香料之一 这是最贵的香料之一 Oh my god 这个香料之一 它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这个香料之一 非常厉害的 很厉害的 好厉害的 你情况太厉害了 好厉害的 这很贵 好厉害的 然后厉害的 好厉害的 好厉害的 对 好厉害的 没厉害的 很厉害的 我觉得塔吉料理花费最大的功夫 就是调味 尤其将三十几种以上的香料混搭 将酸甜苦辣五味调整到完美比例 非但不杂陈 反而迸出另一番新滋味 这是一个传统料理 塔吉锅 这个很甜 哇 你知道这个塔吉锅这样盖子一拿起来 我多有氛围啊 好 那我先来试一点 它是甜的 塔吉锅牛肉做甜的 好嫩喔 Latin Latin 哇 非常嫩耶 它这个甜呢 不是走那种死甜死甜的那种氛围 它这个甜呢 就是枣子跟那个水果的甜 所以呢 吃起来 是非常舒爽的 哇 你这样一翻起来 Oh my god 好 拿一点面包 很专业 好 专业的吃法 OK 很专业 好 吃一点面包 然后蘸一点 好 有拍到吗 好 这边蘸一点 这个酱 然后呢 再 你看到没有 这个鸡肉 随随便便轻松 这样一丝就这样起来了 然后这样一小坨 来 It's good Super Latin 还有一个饮料 还有一个饮料 就是Lamon with the ginger and the accent 有有有 这个 然后还起了姜汁进去 对 有有有有有 有姜汁的味道 乍喝之下呢 真的很像胡歌的Mojito 但是少了酒精味 是少数民族的一个 传统饮料 波波尔人的饮料 这个饮料也是非常地正典 对 波波尔人 哇 真的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 那其实 我来到妈妈家 我们是真的 来到人家家里 坐在这样一个 非常有氛围的一个客厅 又进到人家的厨房 然后妈妈又教我 最 最地道的一个料理 我真的这个感觉真的是 这是 中央市场 哇 真的 非常的豐富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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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手 它的花纹好美喔 这哪里来的 三姐儿 你看它的红色的一个 褬色 好美喔 一公斤现在五百块 這樣算贵还是 对 因为这个季节 最近只在下一个 所以就 这样你就贵了 那边的一个 它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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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一个 世界第一顶 世界第一顶 吃一点面包 然後 沾一点 有拍到吗 这边沾一点 这个酸 然后呢 咖啡 它 很好 超约 我们是真的来到 人家的家里 坐在这样一个 非常有氛围的一个客厅 又进到人家的厨房 妈妈又教我 最 地道的一个料理 我这真的 这个感觉真的是 触摸我的心 老实说来到摩洛哥我才发现 走进这里就像走入一座大型万花筒 他们总能将混搭二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你也能从他们的生活混搭中 秀出不同风味 法国面包是因为这边被法国殖民过 所以他们蛮常吃法国面包的 然后再来呢有一个很像葱油笔的东西 平常他们怎么吃啊 就是水可以你可以夹蛋啊 葱油笔夹蛋 他们煎的那个Omerlade其实就是一个煎蛋啊 然后他们会放一个橄榄 因为橄榄在这边是很新材的东西 而且其实橄榄对人很好耶 是不是葱油笔 有 这个就有加葱啦 对这个有加一些香菜进去 然后它也是那种谷类做的 哈啥 它的小米 小米做的饼 有 对不对有个小米的那个感觉 有耶 是不是 对 然后 然后一点点这种它价这个 香菜味 是香菜味嘛 我也不知道 类似葱 然后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葱 应该是一些辛香料的一个 一个体味而已 我跟你说啊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不是五星餐厅 而是由老宅改建的民宿 近几年来 摩洛哥开始盛行老屋改建的风潮 而且内行人都知道 住进这种真心美道库的民宿 绝对是你来摩洛哥最浪漫的事 它超过一百年以上 两栋和平成一栋 所以他们花了二十年去 把很多细节改建改建改建 让它全部总在一起 所以它这算是老宅改建 对 而且其实这种老宅 就是有钱人家的房子 那这种房子有趣之处有几个点 比如说因为它是串通有钱人家改建 那你觉得有钱人家的房间会每间都一样大吗 当然 当然不一样 对一定不一样 因为主人一定住的超好 对 主人房客人房佣人房 用人住隔离 这对隔楼嘛 对不对 所以住这种地方 你就会要知道说 你可能定到的房间 大间超大间 小间超小间 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它是传统庭园住宅 它不是饭店 所以它房间不是正房型 很多房间不放正 但是这个都是有趣的特色 你会觉得哇 它的格局好特别这样 这种传统庭园住宅的奢华房子呢 它不是在跟你比谁的房间大啦 不是在比大 它在比的是什么 很多不同层级的细节 对 我来跟你讲一个 你看喔 我们看到之前没有这么华丽 是不是只有白墙面加上马赛克 对 这里现在多了这个 石膏的雕刻 看天花板 好的往上看 哇 这个顶灯 很有特色 对 而且你看它整个把它做一个造型 然后全都是雕刻 而且是浮雕的 对 这个就是白色石膏型的雕刻 是 所以你看它光天花板就有这些东西 然后呢 它的门有两层门 窗有两层窗 它旁边这个灯是手工铜的雕刻 你看我连这个门 连绿式的门 手绘的 你看这庙宇等级的才会啊 所以你会发现它嘛 不同的重点建筑元素加在一起 它加得越完整 就表示这个房子越少 来摩洛哥 一定要住进这种老屋改进的民宿 不仅能从细节中 发现摩洛哥的巧思 更能在生活里 找到他们日常的乐趣 在这里 有吃到喔 有吃到喔 喔喔 來 加油 欸欸欸欸 這雕道是你都看 欸欸欸 欸 他們技術很好欸 這是你第一次餵嗎 我第一次餵海鷗是這種感覺 哇塞 在我們入住的飯店上面 這個view真的還棒 歡迎馬上就 馬上就會放 身為海鷗一陣子 感覺很棒欸 好棒喔 這邊非常美 就是那個壯闊的海景 海浪 再加上海鷗跟我們那麼近 對啊 超棒的 沒錯 遊說出來玩 就是要懂得找樂趣 因為懂得探索 就會找到不同面貌 就像我們在摩洛哥打聽到 唯一的台灣味是一樣的道理 深入了解後 你會找到 熟悉的溫度 好 我在卡莎布蘭卡 要見我一個很好的 一定有人就在前面 我終於看到你了 哈囉 阿相遇故事的感動 彩和 我們終於見面了 哈囉 聽製作單位說 你要帶我去 我們要去市場 然後接受看 就是要去看我們每天採購的地點 就是 沒問題 那我就跟著你走吧 好 好不好 來 我們跟著彩和的腳步 彩和一家人 在摩洛哥生活已經27年 起初 爸爸原本想在摩洛哥開巷館店 但因為太想念家鄉味 於是在姻緣機會下 便開啟了餐館生意 不過 想在北非做台灣菜 並非易事 很多事情都得從零開始 更要親力親為 中央市場 中央市場 就是中央市場 有點上溫的菜市場 我們要到海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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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非常的豐富耶 這海鮮 我可以看一下嗎 這哪裡來的 這哪裡來的 Danger Danger Danger來的龍蝦 哇 So beautiful 你看看這個天使蝦 你看看這個天使蝦 你看它的紅色的一個 色澤 好美喔 一公斤現在500塊 第二號 第二號 一公斤好 一千五台幣 一千五台幣 這樣算貴還是 對 因為這個缺錢 最近只來下一個 所以就 價錢就貴了 那可以殺價嗎 可以喔 可是他會讓你沙發 這是一個 我還看到很酷的喔 還活著 還活著 OK 你還是要老闆秀給我 喔 OKOK 這是哪裡來的 回禮地啊 多少錢 三 兩百五十塊一公斤 兩百五十塊一公斤 七百五 七百五台幣 還是活的喔 你看看它的手 頭 這個觸角 這個身體 它的花紋好美喔 還是活的 活生生的 OK 好 細聊之後才知道 從食材選購開始 才和一家人都會來到這中央市場找漁獲 因為他們堅持 使用食材必須新鮮 所以懂得看門道 便是經營餐廳的不二法門 那其實像你們餐廳平常 你都是要採買哪些食材 我們會買蝦 對 那種蝦 要稍微壓一下才知道新不新鮮 怎麼怎麼分辨 來來來 殼如果很軟的話 就是不太新鮮 那所以說如果你要壓一下 看殼硬不硬 還有他們常常會剝開 如果這樣子的話 它剝得開嘛對不對 就是新鮮的 對 他們甚至自己會直接吃 這是新鮮的嗎 你確定要這樣吃喔 當然喔 來來來來 喔不啦 再剝一次 好 沒關係 睡 來 有花紋 有花紋 謝謝 謝謝 喔你看 馬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好像掉到地上了 沒關係 塞 不要不要不要 掉到地上了 快點快點 好啦 超好吃 他不很好吃 你試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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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專業 對 專業的 剝蝦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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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新鮮 跟各位韜客分享啊 走入摩洛哥的魚市 我發現其實還滿乾淨的 深蒙於禍一字排開 不只任君挑選 想吃 完全沒問題啊 這邊的生魚是從哪裡來的 欸 那是從哪裡來的 那是從哪裡來的 有不一樣嗎 我看看 它一個是Dakla 一個是Validia的 OK OK Validia 你說這是哪個海域來的 Dakla Dakla Dakla的鮮蠔 來看一下喔 是不是非常的肥美啊 來喔 Oh my God 鮮甜 這個滋味填在心頭 你還沒推出這種反應比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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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三妹 三妹準備好了 三妹 三妹 可以嗎 菜雞捕撈的人 感覺怎麼樣 可以嗎 可以 真的可以 很甜對 真的有錢喔 有錢 怎麼樣 超甜 好吃 超甜 真的假的 要不要喝乾淨看 一顆多少錢 一顆才多少 一顆才多少 才10塊錢 Dakla 30塊台幣 比瑤瑤還便宜耶 都是今天 現彩回來的嗎 都是今天的 對 都是今天的 Validia的 然後細膩 細膩 尺寸比較小一點 比較細緻一點 那大的呢 真的 南部的 南部的生蠔 這樣就清楚了 這個 小巧美 然後這個是比較豪邁一點的 一個概念 但重點是 肉質 非常的鮮甜 這個呢 竹生 還是生的喔 還是生的 我們是拿去炒 在你們餐廳是拿去炒 對 拿去炒 平常怎麼吃呢 這個也是附近台語來的嗎 我來了 來了 檸檬灑下去 Lady first 你有吃過嗎 沒吃過生的 沒吃過生的 來 試給大家看 你一半我一半 一兩一半 感情吃不散 好不好 人生中第一次生吃海鮮 人生中第一次生吃海鮮 來 OK 酷 來喔 直接吃 很好 生的 感覺怎麼樣 蠻脆的欸 蠻脆的欸 蠻脆喔 哇 好甜 其實真的不處理 就它最原始的滋味 但我覺得重點還是放在大哥 真的很熱情 他就是很敬意的分享 OK 這是我最好的東西 分享給你原來的朋友 這樣的概念 謝謝我的朋友 謝謝 OK 這位媽媽是當地摩洛克人 對 當地摩洛克人 她叫Bandia Bandia本來就會嗎 Bandia是主要來我們這裡 我媽媽教她做的 然後慢慢學 慢慢學到 有這麼一個樣子喔 各位 Lowba 還加了半顆蛋 然後小黃瓜還有一些清餐 我好感動喔 我好感動喔 就是這個味道 世界第一 一定 我來了 來了 檸檬灑下去 Lady first Lady first Lady first 你有吃過嗎 沒吃過生的 沒吃過生的 來 試給大家看 你一半我一半 一人一半 感情吃不散 好不好 人生中第一次生吃海鮮 來 來 OK 酷 來喔 直接吃 很好 生的感覺怎麼樣 蠻脆的耶 很脆喔 哇 其實 真的 不處理 就他最原始的那個滋味 但我覺得重點還是放在大哥 真的很熱情 他就是很敬虧的分享 OK 這是我最好的東西 分享給你原來的朋友 這樣的概念 買了一輪食材下來 別以為開餐廳這樣就能下班 學會備料更是一門學問 尤其剛開始啊 摩洛哥人並不懂台菜 所以很多時候才和一家人 就必須從頭交起 一步步慢慢學 你現在要教我做的是什麼 一樣的一個食材 我們要弄針腳 針腳 對 針腳 我們在摩洛哥喔 這個針腳先從哪一個部分 開始 我們先擔 先擔 擔一下就是說 我們這個擔一擔 因為 我要擔 這位媽媽是當地摩洛哥人 對 當地摩洛哥人 他叫Batihar Batihar 那就名叫 I'm Michael Come on Taiwan 瑪莉亞本來就會嘛 Batihar是主要 來我們這裡 我媽媽教她做的 慢慢學 慢慢學 這樣子 有這麼一個樣子喔 好 第一個先捏 中間 好 OK 保住 OK 好 好 好 這個樣子 好 好 No No 好 這邊口打開 好 就 換這邊 好 另外一邊 好 好 OK OK 在過年過節呢 有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幫忙那個家裡包餃子 好 這個一個概念 那這個應該算是 餛飩吧 這是餛飩嗎還是餃子 餃子還沒好喔 這還沒好 還沒有好 OK好 還沒好 還要再捏一下 這個 這樣夾起來 好 再捏一下 幫我休息一下 OK 完美 對 那這個 他學了多久了 他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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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就是 請專業的大廚教他對不對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在教 都自己在教 所以你本身也是廚師啊 不是 就是媽媽教他 媽媽教 爸爸媽媽那一代傳下來 對 對 對 再繼續教他 其實普通牌 像我們這些老員工 對 媽媽教的 那算是這個 祖傳的 這個料理 的一個秘訣耶 對 在外地開餐廳 其實最難的 就是要想辦法保留原味 所以從開店至今 秋爸秋媽 依然堅持這項原則 他們甚至還開玩笑說 有時候為了台味啊 特地從台灣啊 扛醬油到摩洛哥都是常有的事啊 也因為他們一路以來始終如一 才讓我們有機會吃到 懷念的家鄉味 這個餐具哪來的 這餐具是台灣來的 台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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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誰帶的 就是 我們從台灣運過來的 可是他是 大同的 真的 真的有沒有 大同 大同 國豪 欸 這個其實已經變古董了耶 就是 媽媽二十多年前 叫他們 就是從台灣運過來的 再來更有加香味 各位 肉肉 還加了半顆蛋 小黃瓜 還有一些青菜 哇 這誰做的 大廚在這裡 來來來 我真的 我太想肉飯了 我來試一下你做的肉飯 來 各位 我在摩洛哥吃到了吧 我好感動喔 就是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味道 但是 欸 回家 摩洛哥 豬肉 當地朋友可以接受嗎 他們說他們吃 可是他們不阻止別人吃 肥波諾呢 這個也是我非常愛的一道菜 你看那肉 晶瑩剔透的 哇 那個瘦肉 這一點點那個肥 剛剛好的那個比例 味道 味道 它呢 就要讓 我們吃到的 陶克呢 有一個咀嚼感 然後有吃到肉的感覺 那在 做菜方面呢 做菜 就是比如說一開始 媽媽來到這邊 二十幾年前 教摩洛哥當地的朋友 怎麼樣做這些傳統的料理 有沒有發生一些好玩的事 有喔 像他們有些時候蠻容易的 像 像說 最近而已 對 他 有一個員工剛開始 要煮飯嘛 那結果 結果就 電鍋 插上去 對啊 煮飯 西西米啊 然後加多幾杯水啊 對啊 他們就會 有些時候 這裡忘記一點 什麼意思叫做忘記一點 忘了放飯進去電鍋 啊 洗好了 忘記把飯放到電鍋裡 對 按下去了 嗯 喔 按 我懂這個概念 欸 該不會連忘記插電都 有 之前有過 哇賽 好可愛喔 對 但是不忙的時候還可以 欸各位 以前我幫爸爸媽媽這個 我們小時候都幫忙洗米包 都會教我們 我也辦過這樣的一個錯誤 但是又很好笑 奇怪怎麼辦還沒有好都 都已經準備好了 對 但是又可能忘了插電 或忘了按下去 世界的一定 世界的一定 人們常說美食無國界 美道料理 承載的 不只是各國的味覺文化 更是一份對家的記憶 謝謝他們的堅持 讓台灣味有機會在異地飄香 更謝謝老天 讓我有機會認識這家人 在非洲開台灣菜 儘管萬事起頭難 或是起步被認為是異想天開 但凡事只要相信 就能做得到 就會找到解決的方法 而這就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韌性 不是嗎 基本上 需要用的 萬一 一些遊戲 控制 比副 強 還沒 weir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